日本的大阪前天遭受到25年来最强烈的暴风侵袭 当地人还没回过神来 没想到北海道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08分 又传出了6.7级地震 当局表示这次的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 不过当目前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 120人受伤和19人失踪 而作为北海道唯一的国际机场 新千岁机场 它的客运大楼因为前天的暴风 加上地震出现了天花板漏水和停电的情况 被迫暂时关闭 当局同时也宣布取消今天所有的国际和国内航班 日本北海道在今天凌晨3点08分发生地震 可以清楚看到在机场的飞机剧烈摇晃 机场内的商店也遭到破坏 事发当时 北海道多个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 有多达295万户家庭受到影响 而有关当局也发出了黄色警报 在灾区的便利店里多样的商品掉落在地 业者也因为部分的商品损坏蒙受亏损 天亮以后 情况更叫人触目惊心 除了看见马路上明显的裂痕 街道上也随处可以看到倒塌的房屋 北海道郊区发生了大面积的山泥倾泻 从高空俯瞰一大片树林随着泥流倾泻 山脚下的房子都被压毁了 救援人员除了到灾区寻找受困者以外 也出动了直升机疏散灾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后在首相官邸回应 除了取消原定的电视直播录制 他也收到了地震影响报告 并强调救人是政府最迫切的行动 今回の地震によって心肺停止 土砂崩れ核の倒壊という報告を受けています 1月となって災害要求対応に 2月1日